民主自由的可貴是需要民意不斷的 民主自由的可貴的監督 我們桃園升格了 可是我們的議會卻沒有升格 桃園是議會 防民如防徽 防民如防徽 違法濫權 而且我們現在為了你 你看你講一句 議會要公開資訊 我們也公開透明 也讓開辦好不好 那我們東京最後在那邊講 4月7號當天 我和我們的志工賴永戰 進入到議會 符合程序 雖然那個程序有點麻煩 不但要填個資 而且要壓政見 但是我們還是進去了 可是這一路進去 就是像犯人一樣被跟監 進入到議會裡頭 我們還發現到 有一台攝影機是專門對著我們 在監視著我們 在過程裡面 我們呢 想要看一看 議會議員出席的狀況 我們只要一站起來 就被制止 我們想拍個照 也不行 你坐累了 僵硬了 想要動一動 站站起來 這個都不可以 那最後呢 我實在忍耐不住 我想那個監視器對我們呢 是非常不友善 所以我請他們移開 結果他們不願意 我想作為一個市民呢 在我們的權益被剝奪的時候呢 我用我的標語 沉默地來做個抗議可以嗎 當我要拿起我的標語的時候 幾個警衛就上來 其中一位警衛就把我的標語搶走了 搶走了 還揉成一團 然後諸位警就坐在我們的後面 然後我們不可以走動 我們不可以拍照 我們不可以錄音 不可以錄影 然後右邊架了一台攝影機 你多少小時在那裡 那麼他就監視我們多少小時 如果所有的市議員 你們覺得你們光明磊落 你何去呢 為什麼去怕公民監督呢 我還沒有到服務台警衛隊長 直接就跟我說 你不可以進去 我請教他 哪一個條文告訴我 我沒有權利進去 他說不出來 我再請教他 那我今天不能進去 那我要到哪一天才可以進去 他沒有說話 最後他就是一句話 他說這是上級交代 我問他上級是誰 他說你知道 然後我們看到我們的議長 怎麼說 他說我們現在都已經有直播了 你們看直播就可以嘛 對不起 如果直播就可以 我們公都盟的 張宏林 張執行長 你們現在還去立法院做什麼呢 現在連國會都有頻道了 電視頻道了 你們還需要再去做監督嗎 不必了嘛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弔詭的話 這個可以顯出我們的議長到現在 都還不了解公民的基本權益 了解 謝謝您的好意 是不是現在這樣的程序 大家也覺得有問題吧 明知道我們經常要來監督 但是每一次來 就要寫一堆的個資 個資寫了 又還要押政見 這不是也是很奇怪嗎 他就不能做一些友善一點的方式 我們到立法院 不必我們寫一個字耶 對啊 是他們寫耶 現在都是我們寫 每一次寫一樣的東西嘛 我如果每天要來監督 我就要每天寫 我也是 這當然是很不友善 他要叫那個長邊去那個什麼 要進步啦 進嗎 我原意要去 他們會要有真正的啊 會不會有進步一下 不是 這個我們再來修改 因為現在還沒修改 你剛才講嘛 沒有修改之前我們照原因就好 那就是 我好不好 我們當初 有答應我們會修啦 當然 對啊 那你今天照我們以前規定就這樣好不好 謝謝大家 尊重我們最原有的規定 那將來你要叫我們改進 你寫給我們 我們一起大家的公民團體要怎麼改進 我們會自己接受嘛 我們本來就是接受你們監督 我們何必怕監督 我們公開之前什麼 我們都不會 所以歡迎你們來監督我們 我們接受接受 真的 真歡迎 還給李源獎勞 謝謝 我們時候可以看到的 我們班老師很熟啦 班老師講什麼 我們不會逼 我們不會被 我也做了 一次又呼嚨過一次嘛 我做了29年民主代表 我不會是隨便亂講話 沒有 公都盟成立9年以來 有史以來第一次發信給16個招委 16個招委都開放唐英 都同意沒問題 可以讓公民進入 我就不知道 桃園是因為你在神秘什麼 這一個旁聽的管理辦法 有關的第七條的這個內容的部分 所謂妨礙秩序的這個解釋 不宜太過嚴格 不過說真的 我目前我的見解 還是少數說啦 那我還是在這邊很清楚的表達 我認為 手持標語 進入議會旁聽 沒有發出聲音 應該不構成妨礙秩序 那麼假如說它的內容 有構成侵權行為的話 那麼有可能是因為妨礙秩序 那有經過支持的話 可能要請出會場 那麼這件事情我也表達過意見 也跟議長這個溝通過 那麼議長當然有他的看法 那基本上他們認為說 在議場裡面拿出標語 會造成所謂秩序的妨礙 可是這個部分呢 我的見解可能稍微有不同 那我也很清楚的表達過 親子共學反共桃園市議會 旁聽管理辦法第三條的規定 它的內容無下 有下列情勢制衣者 拒絕其旁聽 必要時得請警政單位派員協助維持秩序 一 攜帶兇器者 二 酒醉混亂者 三 攜帶幼孩者 四 精神異狀者 親子共學提出要求 請示意會說明 維持這條規定背後的思維是什麼 這條規定對小孩有嚴重的誤解和指控 這樣的誤解和指控 就是對兒童充滿了歧視 依照聯合國兒童權力公約第十二條 兒童享有表義權 意思就是說 兒童享有表達權利和參與社會的權利 所以 桃園市議會旁聽管理辦法必須修改 去除對兒童歧視的規定 這是個有素質的公民社會的基本要求 市議會因思考如何保障兒童 和照顧者的政治參與權和旁聽權 而非把養兒育你的爸爸媽媽和孩子排聚在議堂之外 請市議會重視提供友善親子環境的公民參政權 修改歧視兒童的規定 開放議會作為公民養成教育的首怪 在目前的這個影音紀錄規定裡面呢 我們所有進去旁邊民眾 我們是不能做錄影跟錄音 不能拍照 但實際上我們覺得議員在行使公職的情況之下 應該是完全是應該公開透明 讓民眾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麼 而且目前的直播 議長講說目前有直播就不用去 但我跟各位講 我今天做的實際情況是怎樣 直播目前是做半套 因為只要遇到有爭議 需要協商的時候呢 主席就會敲傳說休息十分鐘 如果你在旁聽習 你可以看到他們在休息十分鐘在協商些什麼 其實他是最精彩的部分 但是直播情況之下呢 一旦敲傳休息這十分鐘就被黑箱掉 就滿畫面 立法院現在有IBOD 隨檢視訊 那現在既然我們的這個 議會已經有直播 影音紀錄按照規定也是要保留到下一屆時 就再過六年 就要保留下來 那我覺得他大有可能是跟立法院一樣 做IDOD 所以做議會的頻道 讓大家可以用更方便的方式 了解議員的表現 這是有關於這個錄影錄影的規定 那第二個是有關於旁聽的規定 同一個規定裡面是有很多對公民有歧視的地方 譬如說他在禁止你進入議會旁聽 有各式各樣的理由 那他可以進行在旁聽行 做這個做那個 有一些像是我們展示標語動 靜態動機為什麼要進行 所以這些旁聽的規定 其實新的規定都應該予以散除